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可以从云风中见到阳光的天气 那么预计呢明天封面雨息通过之后呢 就是一波东北季风增强了 所以预计呢明天后天除一跟除二呢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就会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 还是维持这种多云 偶尔会有一些短阵阵雨的天气 相对之下呢在中南部地区跟东南部地区 因为是位在背风侧 明天后天整体来说天气状况还不错 会逐渐的放晴回到一个比较晴朗稳定的好天气了 进一步来看一下预计风面通过之后呢 明天新的一波东北季风增强 所以预计呢明天在新种以北跟东北部地区呢 还是有一些短阵阵雨 这样子不稳定的天气呢 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六就是初二 不过呢礼拜天到下个星期一 东北季风呢会逐渐的减弱 各地的降雨就会逐渐的趋缓下来 甚至呢连北部跟东南部地区都渴望逐渐的放晴 要等到呢最后一天啊 这个初五才会有一波新的东北风增强 到时候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才会再度的转成有雨的天气 所以整体来说呢 在明天后天初一到初二呢 就是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 在预风面的新竹以北啊 跟东半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零星的短阵 阵雨雨天气状况还是比较不稳定 建议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们 明天后天外出还是要记得西带雨具 不过就像刚刚讲到的礼拜天 到下个星期一呢 东北风会逐渐的减弱 同时水气也会逐渐的减少 预计就连北台湾跟东半部地区呢 降雨也会明显的缓和下来 而且呢也渴望逐渐的放晴 初三到初四 礼拜天到下个星期一 会是这个这个连续假期里面呢 北部天气最好的两天 建议大家要好好地把握了 再来关心一下温度的变化 这一次呢这个连续假期里面啊 其实呢在北部地区呢 都不会感觉太冷哦 因为没有什么冷很强的冷空气会南下 预计呢北部地区的高温 大概都还是可以来到 21度到23度左右 只有早晚稍微凉一点点 低温16度到17度 中南部地区也是的 就这个中午的高温呢 都还是可以来到24度左右 只有早晚稍微偏凉一点点 所以在一周的部分呢 建议大家中午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穿着包成袖 早晚再搭配一件包暖的外套就可以了 好所以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都明天清晨 在新竹以北跟东半部地区呢 还是属于这种东北季风银封面的这种天气 流浪偏多还是有机会出现一些短阵阵雨 明天也是哦 大台北地区跟东半部地区呢 还是流浪偏多 会出现一些零星的降雨 这些地方的观众朋友们 外出还是要记得吸带雨去 那么可以看到呢 这个桃园以南哦 就渴望逐渐的放晴 回到一个比较晴朗 温暖稳定的好天气了 再为大家一点叮咛跟建议 预计呢 明天中南部就渴望逐渐的放晴了 那么在新竹以北跟迎来地区 温暖还是偏多 偶尔还是会有一些短阵阵雨 初三到初四呢 刚刚提到了 东北季风跟水气 都会逐渐的减少减弱 所以各地呢 都渴望明显的放晴 就连北台湾 也会来到一个不错 稳定的好天气 各地的天气很好 所以很适合外出走春哦 就早晚上会偏凉一点点而已 建议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就要好好把握 初三到初四的好天气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数据 感谢观看